大家好,我是Tony 我今天来公馆徒步旅行 上古造访佳和青春保障岩 下午就来到台大校园 台大校园里面也是很多四定古迹 今天下午就来好好参观一下 台大校门口就是四定古迹 原为日志时代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的校门口 我就从台大校门口展开我今天的台大校园古迹之旅 进来校园的右侧是富斯年纪念园 复园 去年才刚被登陆为台北市四定古迹 复原原为台北帝国大学时代以农学部的热带植物园 所以里面也有很多老术 四定古迹 复斯年纪念园 现在在整修中 副校长思年之母 中华民国四十年十二月 复斯年先生为武士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后来承认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他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 建立自由的学风 也成为迄今为止 最受台大学生怀念的校长 复原旁边是女艺术社 我去拍摄一下好了 服务一下海外校友 继续我的古迹之旅 野林大道 在帝国大学时期 校园的整理规划 即是以西方巴洛克都市计划的建筑景观为基础 以野林大道为主干 校舍建于野林大道的两侧 野林大道沿线有两排高手的大王爷子 朝着正东延伸 远方的终点 即是拇指山 这是台大校识馆 原来的旧总图书馆 也是原台北帝国大学校舍 有三栋校舍被登陆为市令古迹 这是其中的一栋 现在是清明年假 所以没有开放 没有关系 就看看建筑的外观就好了 校园也是蛮多风景可以看的 前面这栋建筑是文学院 原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 文政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 社会科学院 文学院的正对面行政大楼也是市令古迹 这是台大校园有名的附中 文工于1951年 纪念富士年校长 市令古迹 原台北帝国大学校舍 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概都知道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志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 不过在40年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曾经参加过台大34周年校庆 不过那时候年纪轻轻的我也不会思考 为什么成立34年的学校 会有那么古老的校舍 比较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我在求学的四年当中 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学长或是老师 提到过台北帝国大学这六个字 现在回想起来 那真是一个集体历史思议的年代 我现在走往最悦湖的方向 那里有柳公顺的遗迹 你好 我遇到网友说 台大校园的流树已经开花了 在面对图书馆的左侧那里 还有篮球场旁那里 我先去座岳湖 待会再看流树 这里是柳公顺大安之县 水顺复旧区域 就一小段而已 国立台湾大学第八第九女生宿舍 前面左侧那里有一栋历史建筑 机械系旧馆 机械旧馆 原为台北帝国大学工学部 机械旧馆 新建于1943年 是台北帝国大学时期 最后兴建的一栋校舍 两年之后台北帝国大学就变成台湾大学了 机械旧馆的对面是第一学生活动中心 学生活动中心 严正兴校长的体制 这是后来新建的台大总图书馆 这里有一棵流树盛开了 盛开的流树旁 是陈文城事件纪念广场 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 陈文城事件发生于民国七十年七月 当时是一桩悬案 政府认定是自杀 陈文城事件的三年后 在美国爆发江南案 被美国情报单位破获 是台湾情治单位派出的杀手 杀害比名江南的刘怡良先生 江南案造成台湾政坛极大的震撼 不久之后 蒋经国总统宣布 蒋家第三代将不会接班 而再过两三年 台湾就解除戒严法了 当年政府如果认真真犯陈文城事件 或许就不会有将来的将来命案了 我现在继续走往下一栋四丁古迹 基永吉小屋 振兴草坪 这里是柳公寸水源池 台大农业试验场 这是四丁古迹 高等农厘学校作业室 又称基永吉小屋 就高等农厘学校作业室 今天有开放耶 开放时间每周三六日 早期台湾没有红南鱼 我们现在吃的几乎红南鱼 早期没有红南鱼 日本人过来这边 大概失败了三十年才四中成功 哇今天超幸运的 竟然有机会进来参观 这是台湾红南鱼之父 基永吉教授 这是台湾红南鱼之母 墨永仁祭司 台北帝国大学创建于1928年 还不到百年 不过他的前身 总督府高等农厘学校 是在1919年创立的 所以已经算是百年学校 市定古蹟 你好 这是市定古蹟高等农厘学校 作业室 今天遇到粉丝了 耶 耶我也是粉丝 1925年到现在 98岁 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之后 在台湾的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国 基永仁教授是少数被留下来 继续在台大教书 而且担任台湾省政府楼宁厅的技术顾问 一直到民国46年 退休才回到日本 当时台湾省议会通过决议 免年赠送1200公斤蓬莱米 给基永吉教授 直到他事事为止 以感念他对于台湾农业的贡献 这一条马路是周三路 以前算是四驱道路 现在已经在台大校园内了 这是陆明堂 以前称为乔光堂 历史建筑 这里还有一排日式宿舍 是消费合作社 这是生化科技学系的研究室 其实这个区域我不熟 因为台大实在太大了 这里有一栋小小玲珑的日式建筑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中心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中心 如何做生涯规划呢 生涯规划真的很难 四十年前的人 可以立志当医生 立志做教授 立志当建筑师 会计师 但谁会想到立志当YouTuber呢 我今天的台大校园古迹之旅 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在这边 是 一边 什么事 遍